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做的 取胃按摩 在治疗近视当中 有远单取穴和 眼周的近端取穴 小小这个地方呢 有个穴位叫河骨穴 大拇指和这个食指之间 它的掌骨的终点 哎 阿姨轻轻地给你按一下 有没有这一点酸胀的感觉啊 有 我好胀 这按多久啊 医生 我们通常来说呢 你可以按个四个截拍也是可以的 两个截拍也是可以的 那除了按这个 还有别的方法吗 还有呢 可以按筋铭血 在这个眼周 眼睛的肩 旁边上凹陷处 眼睛看前方 正是前方 当然它正是前方 瞳孔的下方 就是它的眼珠的下方 这里有两个穴位 尘气和四白穴 就一个指头基本可以涵盖两个穴位 在手法上呢 使用两种 一种是点压和柔按 然后眼睛外置的外侧一厘米远 这个地方呢 叫童子疗 这个穴位当眼睛发红 像红眼冰或者没休息好充许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对于女性来说是确实 揍纹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 对 这个叫丝竹空 丝竹空这块有一个小坑 对 有个小坑 眉毛的下面有个凹陷处 然后眉头上有个穴位 这个叫残竹 这里面一按好舒服 是 非常舒服 其实这五个穴位都非常舒服 那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吧 先从金明确开始 先点压 点八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再下面一个点 同样的再可以继续往下做 点和揉相结合 第三个点就是眼睛在眼角的外缘 然后眉毛的末端 有个小凹陷的地方 好 最后一个点 眉头残竹血 非常棒 记住这五个点的话 经常给宝贝做一做的话 可以保护我们家的孩子们 不得及时保护永远的健康 对不对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清玉 谢谢